哈喽 欢迎学习网络爬中客人 那么上这个的话我们是跟大家讲解一下 这个UR解析的这个两个函数 对吧 好 那么这几个我们再跟大家去讲解一下 我们的这个Request这个模块当中的 另外一个非常强大的类 叫做Request这个类 那么什么情况下 我们需要使用到这个Request这个类呢 有些时候我们想要在这个请求的时候 增加一些请求头 对吧 比如说我们还是上这个跟大家讲的 对吧 就是你去请求一个网络的时候 如果你不去设置那个User Agent的这个东西的话 那么我们这个服务器 就是这个你去爬取这个网站 它的那个服务器 它一眼就能够识别你这个程序 你这个请求是一个爬虫发送过来的 这样的话它就可以给你做一些这样的新制 那么我们就是说在那个 爬取数据的时候 我们肯定不希望它被查识出来 对不对 说的话我们就去增加一些这样的请求头 那么你想去增加请求头的话 之前我们的这个什么呢 ur open这个行数就不行了 我们这个ur open这个行数里面的话 它没有去增加请求头的一个人的参数 那么在这个里面我们要去增加请求头 我们就必须使用这个什么呢 request一个类 好吧 来神信 好 那么这个地方我们来打开一下我们的这个派上 这地方我新建好的一个项目 新建好的一个派生文件 叫做demo3.py 那么的话我们就在这个文件当中 跟大家去讲讲 好吧 好 那么这个地方 我们首次的话来导入一下 我们的这个什么呢 ur label 点imput一下这个request 对吧 imput一下这个request 那么我们就用这个request一个包去写 那么这里话我们跟大家讲这个头 这个东西的话 为了讲得更加有意义一点 为了让大家讲得更加深刻一点 那么这里话我们就以一个实际的案例 来跟大家讲讲 我们现在就去请求那个什么呢 就去请求那个拉钩的那个网站 拉钩那个网站 如果你没有去设置这个use agent的这个请求头的话 他直接会返回一个假的很短的一个数据给你 我们来试一下 我们来试一下 好 来到这个地方 我们来这个地方来走一下 我们首先用这个ur open来试一下 好吧 ur open来试一下 那么就是ur等于这个什么呢 拉钩 我们来打开下这个服务 打开这个流暖器 然后我们这里边来输入这个拉钩 拉钩.com 比如说我们这里边还是来走一下 这个python 对吧 这个python 然后来到这个页面右键 我们来检查一下 然后点击这个network 这地方我们想要去看这个请求到底是怎么走的 那么这个地方我们还是要 或是我们重新刷新一下 重新刷新一下 然后再我们弄到最上面 这个的话就是我们当前请求的那个ur对吧 那么我们要去 假如现在我们要去请求 我们要通过这个代码去爬取 去获取这个ur下面的这个网页 那么的话我们就把这个ur把它给拿到 对吧 把它给拿到以后 接下来我们在这个地方 不是这里是那个代码当中好 可能加v这个的话就是我们那个拉钩的ur对吧 好 那么接下来我再通过这个什么ur open去request 还可以yes点ur open 然后把这个ur给进去对吧 好 那么接下来这个地方得的是isp isp的话就是这个响应 对不对 那么接下来我再来答案是isp点那个什么ur read 好这样的话就可以得到这个什么呢 这个网页里面这个ur下面对应的那个ur对吧 可能加vp 可能加vp 好那么这样的话 它是不是访问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真的sf代码 对 看到没有 而我在我们的这个什么呢 浏览器当中 你访问这个ur下面得到的这个网页 是不是有很多很多东西啊 对 你又再来查看一下这个网页羊代码啊 是不是有这么多东西啊 啊 当时在你的这个程序当中是不是只有这么一点呢 是不是只有这么一点啊 为什么只有这么一点呢 就是因为我们 就是因为这个什么呢 拉钩的这个网站 它做了一个访谈的 就是啊 如果你你这个地方 你你投的 你UC edge的都不删着 那么这个拉钩的话 一眼就能够识别出你这个 请求是一个爬虫程序 是一个爬虫发送过来的 那么拉钩的话就直接不给你出一点 直接给你反驳一个 乱七八糟的一个这样的自负乱给你 呃 一个这样的ech的代码给你 没有事啊 这个代码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啊 这个代码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所以这次的话 我们就要去定制一些这样的http请求都 让这个拉钩网不要认出我们当我我当情我这个人是谁 对吧 好 那么这时候我们就不能使用这个you open了啊 我们就需要接触到那个什么呢 request那个类的啊 我们就先把这个代码把它给注写一下吧 呃这个you要先把它给留着 针锋代码先把它给注写一下啊 好 那么这地方我们就来写个啊 isb等于是什么呢 request下面的那个什么呢 大写的request 然后再把这个you要给进去啊 然后这地方还有一个data啊 不是还一个hardness啊 还还有hardness 那么hardness的话 然后我们就在这个上面来写啊 headrs等于这个东西啊 等于这个东西啊 是那个user user 哎 最业的usagent啊 然后的话把这个怎么的usagent拿过来 这个地方我们来往下面走啊 就是这个浏览器的那个usagent的那个情景头对吧 好 这个地方我们可能加c负利分 然后的话打开一下我们的这个代码 可能叫v拿到这边来 然后的话把这个heads放到这边来啊 好 那么接下来这地方他得他他这地方哈 这地方他并不是你定义好这个request这个类以后 他这个请求并没有马上马上把它给发送出去 他只是定义好了一个这样的request的一个这样的类啊 一个人类 那么我们这边就是啊 req的一个这样的对象 好吧 一个这样的对象啊 那么我们这个对象哈 并没有真正的发送出去 我们想要去发送这个请求 我们还是得去借助这个uropen这个函数去做 好吧 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是什么呢 request这个 req req request下面的那个uropen啊 这样的话我们就不需要传一个ur了 我们就传什么呢 我们就传刚刚我们使用这个request这个类 传进的这个req的这个对象 可能叫v进去啊 传这个进去传这个对象进去啊 那么这样的话他就会得到一个什么呢 响应 isp的一个人的响应 好吧 那么接下来的事情的话 就跟我们之前是一样的啊 通过这个req isp.read 或许啊 这个返回来的这个数据 好吧 那么就print一下我们这个什么呢 isp.read 这样的话就可以把 或者下来的所有数据 全部把它给你打印出来 好吧 好 那么可能加速 优件我们再来运一下啊 再来运一下 好 那么这样的话是不是就可以得到这个正常的一个网页的数据啊 对 好 那么这个的话就是通过定制请求通通过定制这个usage呢 可以实现我们的这个需求啊 可以实现我们这个需求 好吧 那么我们这个request这个类啊 他除了可以传递这个head 他还可以传递什么呢 还可以传递这个data 还可以传递这个message 还可以传递这个message 那么这里的话 我们就跟大家来讲一下这个data以及这个message 他是如何使用的 好吧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 我们这个地方哈 还是以这个拉勾网这个例子为 这个拉勾网来为例来跟大家讲讲啊 因为这个拉勾网这个呃 网站的话 他的那个访罚中 其实是真的是做的很恶心 真的是做的非常有代表性啊 所以我们就以这个拉勾网来跟大家讲吧 呃 比如说我们现在好 我们现在想要去获取这个网站里面的数据啊 获取这个网站下面的这些 这些数据啊 这些数据就是这些啊 职位的这些信息 那么这些职位的这些信息的话 他其实不是在这个网页当中拿到的啊 我们右键来查看一下网页 那么啊 你可以看一下啊 比如说我们在这边来搜一个好 来搜一个搜一下这个python 开发工程师科具啊 口中加c复利分 然后的话来到这边来 口中加f 口中加b搜索价 是没有搜到啊 同学们是不是没有搜到 为什么没有搜到呢 因为我们之前啊 我们现在通过这个请求 获取下单的这个原代码啊 只有这么一点点啊 就是通过这个请求下单 获取的这些原代码 只有这些 这些 只有这些 这些里面的话是不包含这些什么呢 是不包含这些程序的 同学们 是不包含这些程序的 这些啊 不是不是包含这些程序啊 是不包含这些职位信息的 那么这些职位信息 它是从哪里来的呢 它并不是通过这个URL拿过来的 它是通过另外一个URL 把它给拿过来 然后的话 通过js把它给写 把它给牵住到 把它给加到这个什么呢 加到这个HTML代码当中的 明白是吧 如果你是什么呢 如果你是通过这个网约员代码啊 你是邮件啊 查看网约员代码 那么的话 它是只能查看到当前这一个URL啊 只能查到了当前这个URL返回来的这些数据啊 那么我们现在的话 就相信是通过这一个URL 可以返回来这些数据 可以拿到这些数据 但是这些数据里面的话 是不是没有这些职位信息啊 对了 是不是没有这些职位信息 那么这些职位信息的话啊 我刚刚跟燕晋讲过来 它是通过另外一个URL 把它给拿过来 拿过来以后 再通过js的方式 把它给添加到这个 添加到这个HTML代码当中的啊 把它给追加到这个HTML代码当中的 明白是吧 好 那么这个地方我们再去看一下好 既然它这个地方这些数据来了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 肯定可以找得到 它是通过哪一个URL 把它给拿过来的 对 你这些数据 既然是已经放到这个地方来了 既然你是已经 从网络上面去请求 然后放到这个地方来了 那么的话 肯定是可以从 肯定是你发送了一个这样的请求 对不对 那么的话我们在左边这个地方 我们就去找一下这个请求 好吧 那么的话我们这个地方 滚滚滚滚都在下面啊 这个地方的话 就多了一个叫做什么呢 posation 阿甲克斯.js这个东西 然后我们点一下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的话 同学们 我告诉大家 这个东西的话 就是真正的 真正的什么呢 这些数据 它请求回来的 这个URL 看下这个响应 对吧 你可以看下这个response 这个响应 你可以看一下 这个里面的话 才是真正的 那些数据 才是真正的那些数据 比如说我们来看一下 搜索一下这个什么呢 Pathom因为 这个东西 啊 可能加C 然后这里面 可能加F 可能加V 呃 这个地方是说不到好 我这个地方看下能不能全部 哎 可能加C 付这份 然后拿着什么 json 然后放到这个里面 可能加V 啊 进行一层格式化 然后这个里面的话 是不是有Pathom 因为开发工程师啊 是不是咸诚的 看到没有 这个的话啊 这个是 他的这些数据 才是通过这个UR拿过来的 是通过这个UR拿过来的 啊 那么我们现在的话哈 我们就通过程序的方式 通过我们的这个 爬虫的方式啊 去从这个UR上面 把这些职位信息 把它给拿过来 好吧 而且我们注意到哈 这个UR它请求 它是通过什么样的方法 请求呢 是不是通过这个Pathom的方式 进行请求的吧 对 那么我们接下来啊 就是通过这个代码的方式 使用Pathom的请求 去请求这些数据啊 好 那么这地方我们先把这个UR 把它给CF 付这份 实际上的话在这边 我们来这个地方啊 这份大家希望他给注释一下啊 那么就是UR等于这个东西啊 等于这个东西 然后的话 还有一些什么呢 还有一些data啊 还有一些data 那么这个data的话 就是啊 可以通过这个什么呢 可以通过这个request 传进去 那么在传进去之前 我们首先在这边来定一个啊 那么就是data 等于这个东西啊 是那个第一个的话 是first FIR SD 是这个true 是吧 true啊 那么我们也不知道 这个东西代表是什么意思 我们就直接写进去就可以了啊 Ping的话是肯定是这个 ada 但是第几页啊 然后kd的话 是代表的是那个什么呢 那是一个python p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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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on python 可能加死保存下 然后我们再把这个什么呢 再把这个data 设置进去啊 data 等于这个data啊 然后方向master的话 是等于这个什么pose的请求 对 可能加死保存下啊 好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通过这种方式 把这些职位信息 把它给拿下 好吧 好 我们右键来运行一下 也来运行一下 好 他这边报了一个错 报了什么错呢 他说报不能编码 不能追加这个BICE 拖这个SDR 说明什么呢 这个地方 他是说的是 我们来看一下 找一下给大家看一下 可以看到这个地方 可以看到这个地方 是不是有这个data吧 对 其实这个地方的话 就是我们的这个什么呢 我们的这个data 这个数据 也是需要经过那个 URL in code 才能够传到里面去的 明白是吧 这个data 也是需要经过URL in code 才能够传进去的 好吧 好 那么这个地方 就是URL in code 是那个URL 那个pass 没有导入是吧 来导入一下 是这个 PAS下面的URL in code 然后的话 把这个什么呢 把这个data给进去 可能这样子 我们接下来再来试一下 看一下有没有用 好吧 可能大家再留意一下 好 下面又报了一个错误 是说什么呢 这个post数据 post数据 应该为一个byce byce的话就是什么呢 经过编码后的数据 大家就都知道 在我们的这个python3当中的话 默认的字符杖 它是什么样的数据的型呢 是不是unicode的字符杖 对 而我们的这个里面 它需要一个byce的型 byce的型该怎么去做 是不是我们只要将这个东西 把它给incode一下就可以了 对 这个东西 它是个unicode的字符杖 unicode的字符杖 要被要把它给变成byce这种数据的型 该怎么做 是不是incode的吧 对 那么就是incode 这个udf干8 通过这个incode的方式就可以了 好吧 好 那么接下来孔正加斯 保存一下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再来运行一下 再来走一下 看一下能不能获取到这个职位的信息 好吧 我们大家再留意一下 这地方 它是返回了一个什么呢 返回了一个错误信息 返回了一个什么呢 是说成功了 但是错误信息是这个东西 对吧 其实它 它的那个提示 它那个提示 我告诉大家 它就是说 你操作的太平凡了 操作太平凡了 其实并不是 我操作这个太平凡 这个地方 我这样吧 就是它 它这个地方的话 你可以看到 它这个字符杖 是一个什么样的数据的型 前面加了个b 加了个b的话 说明它是一个byce数据的型 就是byts byce数据的型 对 那么我们要把它给看一下 我们就把它给什么呢 decode 就是解码成 de co de 解码成这个 解码成这个 unicode 可以看一下 是提示什么呢 您操作太平凡 请稍后再访问 对不对 其实并不是因为 我们操作太平凡 怎么验证 我说的这个说法呢 如果你 如果 如果它提示我操作太平凡 给我一个ip地址 那么说明 我确实是在这个ip地址上面 请求它这个服务器 请求它这个服务器 请求它太平凡 那么如果你确实是请求太平凡的话 那么肯定我用浏览器去请求这个页面的话 那么是不是肯定也应该返回的是一个请求太平凡 对 因为我用浏览器 我用浏览器的方式去请求这个页面 去请求这个服务器的话 如果是请求这个 如果是请求太平凡 那么我用浏览器去请求 那么肯定也是请求太平凡 对不对 但是我在这边 我用浏览器去请求的话 是不是可以正常的得到这个数据 对不对 那么最少就能够说明什么呢 说明他这个地方这个错误信息 是一个误导你的 是一个骗你的 是忽悠你的 是说让你觉得你这个操作是太平凡 不要再去试的 那么如果你是一般的 一般的这个爬中小孩的话 你就会被他忽悠过去了 就不会再去 请求他这个拉钩这个网站的 明白是吧 但是啊 信息的话我们是一个作为一个什么呢 高级的那个爬中程序员 我们是一个是吧 能够知道知道这些东西的 能够知道这个套路的这个 那个爬中程序员 对吧 所以我们就知道 他这个东西肯定是在 因为你在程序当中 他要提示你操作平凡 但是在浏览器当中 确实正常的 那么说明你这个程序 肯定是被他识别出 你这个你这个请求是被他识别出 你这个是一个爬中的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应该在这个地方给他进行一些伪造 给他进行伪造 让他伪造的时候 变得更加像我们的流浪器的行为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就需要什么呢 重新的去啊 重新的去呃 构造一下我们的这个请求头 好吧 让我们这个请求头变得更加真实一点 更加的像我们这个流浪器 好吧 那么我们接下来再来找到那个什么呢 再来找到那个啊 请求好吧 那么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再去把这个什么的请求头把它给加进去啊 那么这个请求头的话 我们这个地方啊 这个IF1R的话 我们也要把它给加进去 之前我们也跟大家讲过对吧 呃 现在的话我们是只加这个什么呢 Use Edge的他们的话 那么这个拉过的话 还是能够识别 我担心这个请求是拉 是这个爬中做的 所以我就啊 追加更啊 加更多的这个请求头 伪装的更加像一点 好吧 那么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就把这个Ref1R加进去 那么为什么这个Ref1R是等于这个东西呢 你不用管为什么 你只要他这个地方用的是什么 你用什么就可以的 非常简单啊 因为在流浪器 他用这个东西能够得到这个正常正常的数据 那么的话 毫无疑问 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个东西得到正常的 对吧 口令价位付出进去啊 好 那么接下来口令价什么的 口令价再继续一下啊 哎 这样的话是不是就可以得到正常的数据啊 看到没有 这样的话是不是可以得到正常的数据 我们来搜索一下 比如说搜索一下这个什么的 Python开发狼商区啊 可能叫C 然后这个地方我们可能加F搜索一下 应该是有了哈 应该是有了啊 我把这个信把它给复制一下 复制一下啊 复制分 然后来到这个地方来 可能在A 可能在V Python开发工程师 是吧 这个 啊 这个数据我们不能这样去搜好 为什么呢 因为他这个地方的话 他是获取到了这个什么呢 获取到的这个数据 获取到的这个数据 但是的话 他在展示在这个网页当中的时候啊 他在展示在这个网页当中的时候啊 他可以什么呢 他可以怎么做呢 他可以将这个Python开发工程师 再加上你担心是在哪个地方 来把它给拼接在一起 翻到这个地方来 明白吗 所以的话我们这个地方不能这样去搜好 不能这样去搜 他比如说像这个Python开发工程师 对吧 我们来复制分啊 可能叫C 然后这里吧 我们来搜一下 可能叫V 是这个地方 是Python开发工程师 然后后面是个龙杆区 对吧 其实我们通过这个Python 我们通过他这个数据获取下来的话 他是分开来获取的 对吧 这个是龙杆区 他是加上这两个东西 把它给拼接在一起的 所以的话我们不能这样去搜啊 不能这样去搜啊 好 那么这样的话 至少说明我们这个数据 是不是已经获取到了 对 我们的那个爬充程序 非常小的一个人的爬充程序啊 也是非常简单 好吧 好 那么大家科学里面的话 也是把这个东西啊 也是把这个东西啊 要去啊 仔细的去啊 练习一下 仔细去练习一下 仔细的去感受一下 我们的这个request 这个累着一个人的使用 好吧 好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的这期课程啊 就讲到这个地方啊 感谢大家